史上最受關注的安某的IPO 真的是開門紅 但是我們不討論它股價的變化 我們的重點是 安某是不是有重新帶起細製財的風潮 對 因為在現在10月 我們看到在上個月的時候 月中安某成功的IPO了 而這個IPO上去 當天股價直接先大漲25% 所以代表的是說 投資人瘋狂的去追逐這個IP 全球最大的IP公司 那也帶動了整個美國的IP市場 IPO的市場 慢慢的開始回溫 IP的IPO 對 IP的IPO 那當然這種外溢的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像是InsetCar 還有這個Colavio 這一些新的IPO的股票 只要一掛牌上市 通常都有一個掛牌的行情 對 不過更重要的是 我們還是要看到安某 因為畢竟安某是在 這大概十幾年裡面 最大的一個掛牌規模的公司 而它屬於什麼產業呢 其實就是IP細製財 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個 因為剛剛聽完廷浩講 我發現好像我的財富 不小心的拉低了台灣人的平均 不要難過 這個我們很抱歉 當然我們要想辦法賺錢 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 有什麼機會呢 是可以賺錢的 我們看到了安某呢 我們就要想到 其實安某在台灣有兩間公司 有跟它合作 合作 第一個就是台積電 第二個就是智源 智源 我們看到了台積電 它旗下的IP場是什麼 就是創意 那實際上面創意的話 在近期的股價 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樣 對 那大家都喜歡棒打落水狗 可是其實我們要知道 它是在因為7月底的時候 法說會 它下調了2023年的財務預測 但其實這個下調並沒有很嚴重啊 它有兩個一個 兩個地方要注意 第一個是AI伺服器的專案 還在持續的量產 第二個呢 這一次大家看到的負面消息說 我們有5奈米的專案延後 是因為客戶要修改設計 而不是取消訂單 所以在明年這個一樣會持續的tap out出來 所以這個訂單就會反映在2024了 沒錯 那麼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智源的部分的話 它有一個在質變的部分 因為它以前在做的